最近国内陆续有儿童罹患多系统发炎症后群MIT-C 国外有研究显示了致死率大约是1%到2% 粗估发生率1%左右 让很多家长们相当担心 到底儿童确诊康复之后要多久才能安心 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又要特别注意 以及成人要如何应对染疫之后的后遗症 今天专家讲义单元 邀请到的是胸腔重症科的医师苏一峰 为大家解答 特别是发生在小朋友 那这个抗体呢 我们知道产生要2到4周 所以它通常会在前面的感染丸 小朋友退烧了之后 你以为就是好了 但是过了两周之后 小朋友突然又烧起来 那这时候还会有一些伴水的症状 可能会有一些头晕 或者是皮肤出疹子 肠胃不适 耳心呕吐 那甚至有时候心脏也会出问题 有时候会有12%的死亡率 甚至还会留下心脏的后遗症 因为它会攻击小朋友的心脏和血管 有研究有发现 可能如果你放着不管它 未来这些小朋友出现慢性心脏病 或者是慢性的一些血管病变 血管的动脉瘤的机会会升高 所以这个急症还是需要再去注意 大概跟民众讲的就是 如果你发现感染丸又在发烧 就是一个警讯 需要大家再小心 最常见的还是以几个器官 第一个是我们的脑部 脑部常常感染完之后 大家会有一个注意力不集中 觉得疲变 疲倦 有些人是失眠睡不着 甚至有些人觉得记忆力变差 或者是整个国外有研究 发现智商会下降时 这就是一个脑部神经的 一个发炎后的一个病变 那另外一个还有常见的一个器官 就是我们的肺部呼吸 还有心肺功能 常常会有人感染之后 会觉得自己体能变差 虽然常心灌很多找不到原因 不过还是依照症状 我们可以给予相关的检查 还有相关的症状药物去治疗 目前证据最强的治疗方式 仍然是没有 所以现在讲的一些治疗方式 比如打疫苗 或者是说运动 维他命 或者是其他药物 其实证据率都还蛮弱的 所以民众得了常心灌 还是尽快的就 接受这专科医师的评估 看看是不是适合 接受哪些药物的治疗 所谓的沾望症就是这些人 因为生病脑子会进入一个 很奇怪的运转状态 他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绪 也没有办法正常思考 然后甚至会有攻击的行为 通常会出现在老人家 那当然越老的人 就也越有可能在这个新冠的疫情中 影响这脑功能 造成这个绳子的退化 甚至变成沾望 那生肢的退化沾望 其实在老人家也是蛮常见的 尤其是一些住院卧床的老人家 住进家库病房 其实比例可能高达三四成 或者一半以上 所以这常心灌 会可能把这个情形加重 让你这个老人家提早退化 提早失智 提早变成沾望 因为它就是会有攻击神经系统的能力 目前沾望症 还是需要给一些精神科的药去治疗 不是用安眠药 因为有些人会有误解 假如家里老人家沾望症 就又给他吃安眠药 结果安眠药常常也会加重沾望症 这样反而是一个错误的治疗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